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在古井鎮政府附近 鏡頭前面有一座叫做人民會堂 我看它的建築風格很特別 這座建築物應該是用麻石磚 建築的,有點像蘇聯式建築物的風格 這應該是古井鎮政府禮堂 外面就是一個大廣場 現在做了一個籃球場 鏡頭前面的圓頂建築物都很特別 這些應該都是五六十年代起的 有些少許仿蘇式的建築 因為當時解放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我們政府和蘇聯是非常友好的 我走過來這邊 有一個古井穿落的牌坊 這個牌坊很樸素很簡單 旁邊就是友誼院 我現在順著牌坊走進去 古井,古四上古井佛堂里第一行 裡面都是很大的一條村落 這裏有一個水井 本來有一個抽水,抽那些井水上來的 前面有一個社積神位 還有一個泰山石敢當的牌位 前面這裏放了很多觀音 還有一個神位 一些社積神 宿舍大院 我鏡頭前面這些 阿北頂老宅的平房 應該都是五六十年代起的 然後我鏡頭移過去 有一座青磚老宅那個 扭齡就長一點 那些起碼都過了百年 那這裏其實是一個宿舍大院 那我走進來這裏 裡面有一個祠堂 被一些屋圍住了 估計這裏 看這個布局 就像那些院 鎮政府的一個大院 那些平房 現在都很少見的 還有一個廢棄了的蛇滑梯 這個兒童蛇滑梯 已經廢棄了 曾經蛇滑梯 後來做了水池 現在是做了水池 餘院的祠堂圍住了 進不去 一看木棉花開 就春天來了 對面都是一些宿舍大樓 這些宿舍大樓 四五層 沒有電梯 這些都是六七十年代流下來的 估計是當地一些 即是舊鎮時的職工宿舍 很多 一堆都是這些樓 古四上古井 茂龍里第二巷 這裏 都不算是村的 應該是一個鎮裡面的民居 有新有舊 舊到黃泥屋都還在 這個黃泥屋門前 有一個叫做 官養王公廠 官養王公廠 離開一條大路走進來 這些小路走進來 這邊 這些都是舊鎮時鎮上那些 居民居住的老宅 包括這些泥磚屋 古井鎮 這裏見到很多 這些黃泥屋的 平房瓦背頂 這裏是 江門市生活區 古井鎮 你進去那些村裡 就有很多 雅背頂的老屋 這些黃泥屋 很多都是黃泥屋來的 古井鎮 古井鎮 這條村 基本上都是姓黃的 草頭黃一黃 這裏有一個換牌 叫做佛堂里 第六行 真的很破舊 不過都沒有人住 估計都搬出去 鏡頭前面那些 雅背頂 泥磚屋 有青磚屋 這裏給我感覺 真的很荒涼 很荒僻 因為路不靚 長滿了野草 那些屋子 有些是倒了 有些是大門緊閉 沒有人住的 有些門前放步摩托車 估計有人住 這裏叫佛堂里 那我再走進去 應該都是 村邊的 鏡頭前面 這些是否很舊的 那裏有 有紅磚 有青磚 有黃泥 有麻石 各種各樣的屋都有 有紅磚 我鏡頭前面這座 灰黑色外牆 兩層的 樓宅 這些估計都是六七十年的樓齡 這些就是很傳統的 民居 這邊的風格 有點像 珠海中山斗門一帶屋的住宅 因為古井來珠海斗門很近 所以這裏的民宅 一看就跟四一地方的民居有很大的不同 基本上這裏都是瓦背頂的 鏡頭前面這些泥磚屋 有些是倒塌的 這裏一帶都是泥磚屋 叫做佛堂里帝 第八項 這裏有一間泥磚屋 泥磚屋前面有一間清磚屋 估計這裏都很窮的生活 佛堂里 右邊有一座其實都很新的 外場都貼了一些瓷磚 不過估計都是簽了出去沒有人住的 好少有人回來住的 外場的瓷磚都破破爛爛 這裏有一個牌坊叫民謀牌坊 那我就走進去看看 從新會區古井鎮的佛堂里 然後過來這邊古井鎮的民謀 這裏有一座 即是說復古翻新的建築物 這家是叫做古井鎮歷史名人館 文流福慶九巷 我轉過來這邊 這裏一連三間的青磚 瓦背頂路窄 它的外場 它是貼了一些 這個外場是 畫了這些喜慶的圖案上去的 又有些燈籠 整個文流地方 給鎮政府裝扮得很美 這些青磚路窄 我右手邊一拉都是古井鎮 文流的青磚路窄 這裏又叫做福慶百巷 這些老窄很美 很有特色 有個八門上面掛著一個 太極八卦 鎮宅 掛著一些吉祥褲 這些屋子 真是過八年歷史的 地板都是街磚 東暖夏涼的街磚 古井鎮文流裏 外面還保留著很多這些 下背頂的青磚路窄 這就是中國最傳統的民居 夾向中間有一間紅磚路窄 這裏 家家戶門上也掛了一個陰陽八卦 全部掛了 接著正門口寫著 文經無畏 這裏是福慶百巷 古井鎮歷史名人館 我一路走出去就是大路邊 古井鎮歷史名人館 我走出來大路 一幅幅牆 塗滿了很多這些 紅色的宣傳畫 大路這裏很有特色 畫了很多很多宣傳畫 形成了路兩邊 你一眼看下去都幾好看 這裏的 這座路窄正正路邊 有個門牌寫著文流福慶十一巷 兩層 最特別是二樓的陽台頂上有個龍鳳呈牆 這個應該是畫上去的 這座路窄 大概是三四十年的柳寧 這裏是文謀三元五巷 在路邊有一間窄窄的屋 這個估計是一個廚房 矮矮的兩層 短小精幹 短土闊風 這座雖然外牆塗了黃色顏料 但很舊的了 這座雖然外牆塗了 叫做山泉吳宮池塘 吳宮池塘前面有一個風水塘 這個風水塘夠大 風水塘的周邊都是青磚的老宅 和新興的文宅 我現在拍這些 就是江門市新匯區 古井鎮入面一個叫文流的地方 這裏屬於古井鎮 雖然江門是華僑之鄉 五樓很多華僑 亦有很多華僑老宅 但是我現在在文流看 這些老宅 很多都是中國很傳統的民居 有一些紅磚的老宅 旁邊就有一個叫做灌中科學樓 我估計是一個有錢人家出錢見的一座教學樓 旁邊就是有一些老宅 有一座很大的青磚祠堂老宅 原來這裏叫做吳氏宗池 遠遠看到那個叫文筆塔 他是吳氏宗池的一部份 但是現在關門我就不能進去看 那個文筆塔 舊陣時就是 祈求讀書人考取功名 最好是能夠考到狀元 他的造型就像舊陣時一枝毛筆 為什麼這裏叫文流 就是剛剛有一個文峰塔 所以這裏叫文流 我鏡頭前面有一個就是旗桿 旗桿的作用就是 舊陣時如果這條村 有多少讀書人考取功名 就會輸多少條旗桿 你從旗桿的多少 就可以判斷這條村 出了多少人才 這些老宅很漂亮 保留下來都很漂亮 就在路窄 拍攝這個吳氏宗池的正面 這個吳氏宗池保護得很好 你從他的建築物就看到 基本上沒有受過破壞 包括那些屠索 鋪氏宗池和木雕 還有門前 左右那兩個古台 還有那些獅子石雕 很漂亮 這個吳氏宗池真的保護得很好 我走進來文流 感覺這裏居住的環境 真的很舒適 又乾淨 又清淨 空氣又好 屋子又新又舊 這個應該是收費品 還是賣豬肉 這裏有一個社織神位 很漂亮 這個社織神位 這個社織神位 其中的作用就是 保護生長在土地上的人 五谷風燈 即是不受穿不受食 我現在拍這些環境就是屬於 江門市生活區 古井鎮 下面一個文流 這邊有很多青磚老屋 這座青磚老屋又很特別 窗上的裝飾 有半圓形的 有三角形的 這些都是灰索 塗索 很多年了 這些都百多年了 如果補顏色上去就很漂亮 圖案都還在 只不過顏色脫了 這個窗 四四方方馬石 框邊 窗帖上有些灰索 只不過脫了色 如果補顏色上去就很漂亮 現在看圖案就好像兩條金魚 三條金魚 年年有魚 這個窗框的圖案就看上去有一個好像 有些喜鳥 還有一隻綠 有一個獅子球 這些青磚老宋上面的瓦背頂 哇 是竅起上來的 一條麒麟 保護得很好 這些青磚老宋 下面紅色是文化大革命社的革命口號 這些不知道有沒有人住 老闆有沒有人住 這些屋裡面 保留得很漂亮 這一座青磚老宋 有少少窗框受了破壞 原來是麻石框的 上面的屋簾都有裝飾 不過它重新 搞之後就沒有了 文流福慶十八巷 文流福慶十八巷 哇 這裡真是很多這些青磚老宋 我鏡頭前面有一座老宋的屋背後 那一座牆 不知道是屋背還是一個大宋的影壁 那一座青磚牆上面的橫樑 都有裝飾 舊時候這些都是書鄉人家住的屋 叫文流 古時候這裡文風很盛 就是讀書的風氣很盛 然後我走過來這裡 就有一個公尺 又是吳公尺 這個叫秋泉吳公尺 這座青磚老宋很漂亮 這座文流 這裡基本上都是姓吳的 哇 裡面人家正在煮飯 這裡有一座紅磚老宋 很特別 兩層高的 兩個小小的陽台 然後我走到後面 就有一座青磚老宋 然後我再走到後面 在行山頂的橫樑上 有一個鳳凰 這叫鳳凰展翅 這間屋小小的屋頂 它那個橫樑的位置都繞起來 有些圖案 很特別 這些很漂亮 這些老宅還有人住的 再看看這裡 排水溝 設計得幾合理 又深又闊 不用怕水浸 所以它的屋 雖然沒有麻石做地腳 說明這裡 因為可能地勢高 估計都不會水浸 這些排水渠 設計幾合理 我一走出來這裡又很開闊 再重新補登村民的土地權屬 風水塘旁邊 這裡有一個老人之家 你當作老人俱樂部 好 今天我在江門市新匯區的古井鎮下面的一個文樓 還有佛堂里這些地方的拍攝 那就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